再來看來是來自好行的好消息 來看這第十二次旺紅科學獎頒獎點內 收集各家在三百萬元後來各種幾號號 五百九十四季對我參賽之下 下一個位置真二十名 而且是拿下贏百獎頒獎頒獎頒獎金二十萬 這次收集各家的核心單里面 是這汽車倒邊安裝開門整體設計和製作 來獎頒獎頒獎 在二十次在外的作品當中是為了這幾海堆 靜民說這次各家核心在創造化病的補分 和各種性是相反優秀的 旺紅科學獎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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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 目標是不會有科技人材 計劃國中各種籍核心對這組聯科學 也有應用科學獎頒獎 第十二次旺紅科學獎 在二月十五號在台北基行班獎 小最後一天 它這汽車倒邊安裝開門整體設計 也後製造來得到人拜獎 後座贊金獎來表示 陳利明在三百萬間國內高中節學校 五百九十四幾的隊伍參賽當中 來得到人拜獎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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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 高中子的诺贝尔奖 那这一次我们陈立民同学 在老师的指导之下 能够进入到得到银牌的奖励 那这个奖励实属非常的难能可贵 而且有20万元的奖助协金 提供给我们上大写4年的奖助协金 那这一次参加的高中子 都是全国的名校 包含高中建国中学四大附中新竹高中 那秀水高宫能够这一次参加这个旺宏科技展 获得银牌奖 真的给我们学校带来的激励跟鼓舞的作用 而且也给学生有一个舞台发挥的空间 专政学生陈立民标识 当初见华高胜是因为在新闻报道当中 常常看到英国车流香港来开车门来做生车好 所以这次设计在车门的门报上官 来尽上安全开门的整地 提供卡斯林落车的时候 要外头来看后面是不是有车 偏便因为所乎来做生危险 因此就来注重 我们打开车门的时候 要以两手打开 先以左手拉开滑动块 右手再将车门开挤 这样子以两手开启车门的方式 就可以让驾驶注意后方有来车 而我们也有一个风鸣器的设计 还有台湾档块的设计 台湾档块设计的目的是为了 让紧急状况时可能驾驶 他会忘记以两手开启车门 所以紧急状况的时候 以单手将车门用力打开 也是可以打开的 最后三家一班陈丽敏东欧 在中汉邮老师的基督之下 他开车途边 按全开门中在设计制作来参赛 男人可贵的是 在20座立委作品当中 是他为他一家旗海旅座 在中央 后方就表示 这也证明 各自省在冲着发明保分和各种性 是没什么差别的 这一节目到最难度 我们下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郡 亮